除花用心吃饭创意餐,在流远往快乐美食学习中国烹调的美国姑娘除花,参加空行菩提大师的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培养好接班人烹调理论班后,受益肥浅,烹调技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除花对大师教授的因为写文章时,除了大脑消耗能量外,心的消耗才是更主要的,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认为大脑是要吃营养的,却不知道,在某种情况下,心比大脑更辛苦。 由此,除花萌生了创作用心吃饭创意餐系列,以下是除花首创的新鲜香饮鸡汤,为新补充营养,与大家分享如下。 食材,鸡胸肉,两块,约一磅,切成薄片。新鲜蘑菇,12盎司。切片,可选用白蘑菇,香菇或其他你喜欢的蘑菇。 鸡汤,二分之一杯,大蒜,两拌,切碎,绿洋葱,三根,切断。 橄榄油,两汤匙,黄油,一汤匙,干牛汁,一茶匙。 辣椒粉,二分之一茶匙,盐和胡椒,适量。新鲜香草,用于装饰。 步骤,调味鸡肉,在鸡胸肉上均匀撒上牛汁,辣椒粉,盐和胡椒。 让其腌制十分钟。煎鸡肉,在大平底锅中,加热橄榄油。 将鸡肉片两面煎至金黄,取出备用。 炒蘑菇,在同一锅中,加入黄油,炒香蒜和绿洋葱。 加入蘑菇,翻炒五分钟,直到软烂。 加入鸡汤,倒入鸡汤,煮沸后降低火力。 继续煮五分钟,直到汤汁浓稠。 心意加成,在煮好的鸡汤中,加入一份满满的心意。 想象着这道鸡汤是空行菩提大师的关怀,让你的心灵也得到了滋养。 这道鸡汤不仅能滋补身体,更能温暖心灵。 愿除花的创意餐为大家带来快乐和满足。 除花用心吃饭创意餐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一种态度和体验。 除花发现,英文的Severium meal, Manifold eating or eating with intention, 等于以下中文表达也有类似的意思。 用心品味食物,不仅仅是吃饭, 而是在每一口食物中感受味道、质地和滋味。 用心品味,能够更好地享受美食。 用心选择食材, 关注食材的来源,新鲜度和营养价值。 选择健康,有益的食材, 对身体和心灵都有好处。 用心感恩,吃饭食, 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食物的人, 包括农民、厨师和服务员。 用心感恩,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餐。 用心陪伴,与家人、朋友一起用餐, 分享快乐和温暖。 用心陪伴,让餐桌成为交流和团聚的场所。 简言之,除花用心吃饭创意餐, 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餐, 感受食物背后的温暖和美好。 你认为吃饭要用心吗? 你喜欢自己单独一人, 还是喜欢与家人、朋友一起用餐? 你有什么创意和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与大家分享。 我们非常重视你的反馈和意见, 欢迎随时留言联系。 为了你能及时了解所有最新的信息和讨论, 请点击订阅的小铃铛亦获取定期通知。 也请点赞支持, 谢谢你的参与。